嗨 嗨 嗨 有共商量 小龍包吃到吧 到底能吃幾囉 BUFF餓了嗎 巴豆就要耶 今天要去吃什麼呢 媲美台灣鼎泰豐的 評價第一包 杭州小龍湯包創始店 融獲2020米其林必比的推薦 他們家的招牌湯包 湯汁鮮美飽滿 這可鮮人 走吧 我們一起去吃 現在小龍包來了 肉肥而不膩 湯汁 整口塞進嘴巴裡 那個湯汁都會爆漿 第二樓 蟹黃小龍湯包 滑黃的 嘻嘻 滑黃的 嘿嘿 蟹粉混合的這個鮮肉 有一點剖不開的黏稠感 完全沒有蟹膏的腥味 角瓜蝦仁糖包 蠻清爽的 很適合我這個絲瓜的 先吃個小餐 吃個小餐 你知道一家店誰最厲害嗎 客人 因為它有點多 買賣店 它煮得很痛 一咬的話這個肉跟骨頭就分開了 扶持骨肉分離之術 吃個薰菜 再來喝個酸辣湯 再來一樓 鮮蝦餃 分分的 有一整隻蝦在裡面 加麵衣籠 加麵衣籠 好吃 好吃 正宗小龍他把我吃法 他貫徹一個口袋 接著啊 去清皮 慢慢移 先開窗 再喝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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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國小的時候 上學的路上 都會經過一家小籠包店 那是在一個廟旁邊 每次我媽都會買 二十顆給我吃 剛出爐的 配上大冰奶 在車上吃 童年的好味道 可惜那家店倒了 蟹黃 蟹黃 蟹黃小龍三包 好味道 喔 來 請你們吃 這是奶紅 你們有點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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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老闆剛剛請我們吃的 謝謝 請我吃 吃 來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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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 吃光天菜真的超 再来伊隆 原味的 一次我爸早上去遛狗 我坐在客厅 刚好遇到他们回来 就把手里的小笼包给我 说吃不完让我吃 虽然他这么说 但我心里还是一阵窄动 因为他只吃了一颗 结果他转头跟我家狗说 这家不好吃 我带你去吃别的 你没有白 然后我爸很渴 就叫我帮他倒水 我还在不爽 所以迟迟没去倒 他就说 你是要逼爸渴死吗 我就开始逼爸渴死 你帮我去 蛤 我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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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六 什么 所以再来一楼 一八楼 吃瓜 瓜瓜 挑我吗 舒服 蟹黄 第九楼 很浓郁的口感 第十六 你看他的蟹王 这是第十楼 被忍入很久的凤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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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嗯 嗯 太多甜蜜了 这个麻辣臭豆腐 又麻又臭又辣 超臭 欸有一次小明去夜市 他点了一份臭豆腐 他吃了就很不开心 他说老板 为什么你这个臭豆腐都不输 老板就说 因为你没有认真吃啊 认真就输了 软黏黏 他这个臭豆腐的臭 是会渗入你鼻腔的那种 他这个臭豆腐的臭 吃完了 等下下去入点尾 吃完了 吃完了 等下下去入点尾 吃完了 吃完了 散步来旁边这条永康街 买了一杯50 啊 剛剛就加 唐州小龙汤包 嗯 我最推荐的是 蟹黄虾烧麥 它的香菇味道很粗粗 内馅的虾仁 很Q彈 麻辣臭豆腐 口味偏重咸 很臭 但是很好吃 那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再帮我 按赞 订阅 分享 跟留言哦 也可以透过超级感谢 来行动支持我 好 拜拜